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张哥 看见你对我这么好 突然让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说 21岁的胖猫兄弟 他的女朋友如果当时也能对他好一点 他是不是就不会选择永远地沉睡在重庆的冰冷江底了 你也刷过这个视频了 对啊 这两天晚上全是关于他的故事 我也看到了 两年的时间为他的女朋友付出了这么多 前前后后花了五十多万 他才21岁啊 要付出多少精力才能得到这个数字呢 唉 为了去找他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女皮火车 住的也是最年价的出租房 每次点外卖都不会超过13块 就连他最喜欢吃的麦当劳 一次都没有点过 但是他对他的女朋友 却从那没有念色过 每次过节 520 3344 甚至还帮他开了花店 可是最后结果呢 却是一句 我们先冷静冷静吧 我们好像不太合适 是啊 看到我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让我想到骆驼翔子说过的一段话 什么话 他说 这个世界说真话的人本来就少 一个女孩的脸红 胜过一大段对白 可后来有了胭脂 也就分不清什么是真情 什么是假意了 那张哥 嗯 到底什么样的爱情观才是正确的呢 爱人相爱己 谋爱相谋生 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理解和认同 懂得付出和包容 还有必要的尊重 爱是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 一个人的努力付出叫爱 两个人的用心经营才叫做爱情 我喜欢你是因为我觉得喜欢你这件事情很美好 我不止喜欢你 我还喜欢我自己 因为喜欢你这件事会让我变得更加美好 在长期的关系里 处理差异的能力 就是维护我们爱情核心的能力 爱情不是吃喝玩乐 而是共同成长 成熟的爱情观 就是喜欢的尽量去追 让自己尽可能的值得被喜欢 也让他尽可能的喜欢自己 嗯 你说的对 嗯 对了张哥 嗯 你以后也不许送我贵重的礼物 有什么事情也不许给我钱 我想和你一起努力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靠我自己能能力 好 可是贵重女巫 今天我也没有准备呀 这个你要不要 当然要啊 小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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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